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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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最新就问一下关于红茶 彭拜哥就问一下 这个普利可以吗 基本上普利就是我们叫的红茶或者黑茶 其实红茶和黑茶都是一类型的茶叶 当然这个也是有去舒张的血管 令到那个血压或者高血压的病患者 会长期慢慢慢慢会得以改善 亦都对血资的异常方面也都有一定的帮助 唯独是你们要担心的一件事 可能就是本身茶叶的品质 因为有一些部分生产不同的国家生产的茶叶 他们种植的地方都不同 因此如果那个茶叶种植的期间 是受到泥土里面的重金属污染的话 这个长远的摄取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身体也会有影响 谢谢Victor 我们刚刚收到一个观众的电话 就是罗先生的电话 现在在我旁边有一个营养顾问Victor 有我妈妈 罗先生你好 Hello 罗先生 你好 你有没有Victor在旁边 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聊聊 何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问有些问题 我其实本人挺喜欢喝酒 是 我想问喝酒的限度 每一天是最多要喝酒 才不会超出指标 基本上每一个人的解酒的能力 都是非常不同的 但是作为一个基本的指数 我们会计算一个男性来计算 每一个星期是不可以多于21个单位 我想多问一句 罗先生 你自己喜欢喝什么酒 你喜欢喝白酒 红酒 还是喝烈一点点 喝XO的酒 浓度有不同 不如你讲细节点 给我们听听 好吗 其实我喜欢喝白酒 混水 或者混茶 都是威士忌 浓一点点 是的 就是混绿茶 混水 这个也挺浓的 是的 就是威士忌 威士忌 如果是这样 我们应该喝多少 因为现在很流行 我发现很多朋友 现在出去喝酒 都少喝啤酒 都是威士忌 加绿茶 混其他 我发现都挺容易醉的 其实是否都要小心点喝呢 其实最重要 或者最要关注的 如果是通过一些烈酒 喝的数量 一定不能比啤酒多 因为你 那个酒精的浓度 会比较上高 但另外一件事 我们最关注的 就是本身茶 是一种利料的元素 一个饮品 如果你长期去饮用的话 因为通常 它的调教出来的比例 都是非常大的分别 通常是很少酒精 但是就很多茶 你长期去饮用很高浓度的茶的话 一下子 你会导致腎的功能 会有异常的问题 如果25个单位左右 就是大概 如果喝威士忌 大概是多少杯子左右 这样就非常难计 因为我们会计单位是21 如果男性就是21 每个星期 如果一般啤酒 其实是否不够 啤酒来说 我们称为每天不可超过一瓶半 即是每一晚 如果你每一晚喝 超过四瓶的话 其实长远下去 对肝就一定会有问题 我想罗先生要关注一下 因为如果是威士忌 就算混合什么也好 一瓶威士忌 它的浓度等于很多罐 几罐啤酒 我想你喝的时候 也尽量不要喝那么多 有没有其他问题可以请教 想请教Victor 有什么方法 譬如说 那晚喝多了少少 第二天 譬如说 吃什么营养素 或者吃食物 做一些补充 会对身体 可以调理一下 有什么调理 基本上现在市面上 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营养补充品 其实站在一个西方营养学来计 外面有一种类似的补充品 我们叫乳继的补充品 而这种补充品 它里面的活性成分 它是一种草本 而它里面的活性成分 有很多不同研究发现 是能够对肝对酒精解的能力 是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一样东西 都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尝试去吃一些芝麻 因为芝麻里面 亦是有植物的营养素 去增强肝脏解毒的能力 希望可以帮助罗先生 不过我奉劝一句 如果喝威士忌 这种厉害的酒 尽量都喝一点点 因为刚才听Victor说 喝啤酒 大概是喝四瓶半左右 所以如果这么烈的酒 千万不要喝那么多 多谢你的电话 好 谢谢 谢谢刘先生 我们继续请教Victor 刚才有件事 有件事我突然想起 刚刚看完奥斯卡金像奖 发觉很多明星極速瘦身 其中一个 刚刚拍完BJ丹生日记之后 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了 很欣赏那个主角 他演戏很好 他突然间 之前是报废40磅 突然间又瘦回 接着他又用了一种 听说都挺极端的方法去减肥 就是一个 只是纯肉类的减肥方法 就不吃其他东西 只是吃肉 这个减肥方法 我想很多朋友 如果关注健康的话 有时都放弃了健康 但这个方法是否很危险 其实始终提倡这个饮食方法 出来的科学家 你可以说 其实他的理论是存在的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食肉减肥法 这个概念出现了 其实传统的减肥法 是以一个高碳水化合物 低脂的角度去减肥的 就是说我吃很多饭 我吃很多面包 我吃很多菜 但我尽量减少肉类的摄取 传统的减肥这个是最有效 但也都发现到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长期摄取一个高淀粉质 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的话 很有机会 那个血脂 我们统称叫做三酸金油脂的东西 会上升得很厉害 因而会导致血就非常之稠 所以这个所谓的Dr. Atkins 这个食肉减肥法的创办人 他提倡了用肉类 去提高人的燃烧脂肪的能力 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出现 因为有些人发现到肉类里面 是有一种特别的脂肪酸 我们称为CLA 而现在外面也有些营养的补充品 是在售卖的 叫CLA的营养补充品 其实原始地 CLA出现在红肉类里面 乳製品里面是很丰富 而发现到这个CLA 是能够提高去改善肥胖 和过重的现象 在某程度上 这是有预防软癌的机会 但甚少听到别人说 吃多些红肉去预防软癌 这是不成立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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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